馬上撤後排 就會令對方血量值低於35% 低於35%的時候 和中馬上恢復 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玩三國治日 幻想大陸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直播的話 都知道 這幾天直播 課金課不少 抽什麼呢? 就是抽這隻上山趙子龍 嘩 終於抽到五火 也不知道開心還是不開心 真正的七進七出 五火的趙雲 簡直飛給尋常 完全令到我現時的屬國隊 加強到另一個層次 前排夠坦度啦 傷害非常足夠 可以越戰30萬至50萬不等 所以趙雲應該是目前來說 個人比較推薦的角色 就不再作介紹了 而曾經有觀眾 亦都在直播的時候問到我 到底怎樣組我們的二隊 所以今次影片都會分享 怎樣組成我們的一隊 以及怎樣組成我們的二隊 做好準備 事不宜遲 馬上退片 我們組成二隊之前 第一件事當然是滿足了我們一隊的主要要求 例如玩屬國隊的 全部角色上五火 玩女婦團的 女報女靈 有專武等等的條件 當滿足所有條件 我才會再考慮組二隊 又或者怎樣把我的資源分配到二隊身上 介紹一下我目前的情況 就是抽了趙雲強化所有屬國隊伍 強化完之後 我就會考慮我的二隊組成 直播亦介紹過 我的二隊主要都是偏向玩撤後排為主 因為主力一隊 在推主線 或者推精英副本方面都有足夠的力度 不需要擔心推不到圖 所以我們組二隊的時候 不需要考慮那麼多前排的坦度 直接針對PVP為主 就足夠了 介紹一下我目前撤後排的隊伍 會怎樣組成 核心角色分別有兩隻 泰史池 鄧艾 郭家 以及王宗 泰史池方面 不會再作多介紹了 之前影片亦都介紹過 針對於撤後排 以及怒氣攻擊造成的百分率 相比於這麼多武將來說 後排輸出最高的就是泰史池 所以就算未出幻武的話 還是優先推爆這隻泰史池上五火 加上這隻是屬於SR角色 投資成本非常低 有空間 或者有資源的玩家 可以優先練這隻泰史池 練完泰史池 第二隻我會優先推就是郭家 郭家最主要都是推到五星 五星就是令對方全體有感電狀態 感電就是令對方受到的傷害提升 令全體上了感電狀態 我們造成的傷害值就直接提升20% 而幻武方面 個人就不會太建議了 因為始終投資幻武 資源非常昂貴 直接升到五星就足夠了 升完五星國家 然後就會推推一些SR角色 當中包括 魏妍 王宗 王儀 王儀最主要就是配搭三個魏國武將 為何這麼說呢 首先三個魏國武將可以觸發基本 提升自身減傷以及王儀 最主要都是依賴五星效果 令全體武將提升暴擊傷害 如果魏國武將的效果翻倍 提升40%暴擊傷害 但如果選擇王儀的話 建議大家都是抽一抽幻武 是可以令到我們全體武將 提升他的最終增傷15% 吸血率8% 如果是魏國武將 又會有翻倍效果 配合我們新限定角色 鄧艾的話 傷害值的加成是非常樂觀 成本方面會貴一點 因為要提升這角色的幻武 提升完王儀 提升完國家 提升完太史詞之後 我們就會選擇王中和魏 都是那句 只是SR角色 以及因為當時我抽了王中的幻武 因為我玩得熟國隊 沒有其他角色選擇 抽了王中 王中有幻武的話 加強這角色恢復怒氣值 令到這角色可以不停使用他們的怒氣攻擊 首先略有所成 一開始時可以獲得乘機移動的狀態 這個狀態可以幫助這角色提升減傷 以及當對方血量值低於35%時 馬上消耗一層這個狀態 恢復自身500點腦氣 我們可以想到 配合太史詞 馬上撤後排 就會令對方血量值低於35% 低於35%時 王中馬上恢復自身怒氣值 如果開通到神乎其技 對方每次下降到35% 自身就馬上恢復1000點奴義 間接來說 一開始時已經有三層的乘機移動 如果我們撤後排隊 夠力度的話 可以令對方血量值低於35% 王中就可以一個回合中 最多是連續使用三次怒氣攻擊 單憑這把幻武 就是令到王中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以及王中自身的被動技 每次擊倒一個對方 就會提升自己最終傷害30% 還有五星效果 普攻源 又可以令到自身提升命中率 暴擊率以及暴擊傷害 我們可以看看另外兩個位置 偽然是因為可以跟王中配合不同的基本 如果大家想大力一點 亦可以把這個位置換回慢 慢獲亦可以令到整個隊伍的增傷效果提升 最後一個位置就是限定武將 小蟲鼠又要跟大家說 hello 鄧艾 鄧艾就是令到整個撤後排的體系更加加強 鄧艾的露氣攻擊 就是直接令到對方後排角色馬上施放急襲狀態 最終抗暴率降低30% 令到自身暴擊率以及暴擊傷害大大提升 假設對方有暴擊狀態 鄧艾又會恢復自身的露氣值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鄧艾一開始施放了露氣攻擊 觸發了急襲 而太史池使用露氣攻擊 觸發了暴擊的話 鄧艾就恢復300點露氣 如果對方血量值低過35% 同時之間 王宗又可以觸發露氣攻擊 觸發完露氣攻擊又有暴擊的話 鄧艾又可以恢復露氣值 然後王宗射完後排 又有多一個目標低過35%血量值 又可以對敵人造成露氣攻擊 你會看到鄧艾和王宗 這兩個恢復露氣值的combo 就會馬上完成 不停進入回圈的狀態 鄧艾還有被動技能的三星效果 回合開始恢復自身300點露氣值 還有五星效果 路攻時暴擊傷害提升40% 施放完露氣攻擊 還會令到我們全體在那個回合 攻擊敵人後排時暴擊傷害提升40% 鄧艾基本上一開始就已經是先手施放露氣攻擊 太史池施放完露氣攻擊 就會變成王宗 王宗擊殺到別人 又可以有機會觸發35% 恢復自身1000點露氣值 恢復完露氣值又有暴擊率 鄧艾又會恢復自身的露氣值 又可以繼續施放露氣攻擊 整個玩法大概是這樣 還有1火、3火、5火 都是根據敵人的血量 有不同的能力值加成 例如提升露氣攻擊的真實傷害 附加無視防禦值等等的效果 但有無課玩家或沒那麼多錢玩的玩家 其實五星已經足夠了 最後的環節當然就是給大家參考 大家就會問太史池什麼時候出幻武呢 我想都1至2個月可以儲存不同的資源 等太史池一出幻武的時候 撤後排整個體系又會加強 現時無課玩家 可以慢慢儲存資源 儲存這堆角色的幻武 以及儲存這堆角色的覺醒石 方便到時要使用2隊的時候 都可以拿來上場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加強組2隊或1隊 究竟朝著什麼方向出發 不同的玩家也會有不同的角色 例如有女靈異 當然2隊可以考慮女團 但在我目前的情況 有皇中幻武 有太史池 又有國家 又有皇義 所以我覺得2隊方面 組成撤後排隊 是我的最低成本 亦可以組成一隊 對敵人有威脅性的隊伍 大家對這隊隊伍有任何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可以按個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和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繼續介紹 不同的隊伍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